前手向纳吉能不能离开监狱到国会开会的问题引起关注后 行动党资讯领袖林吉祥表示 如果纳吉能够出席国会 那么内政部就必须解释 为何在茅草行动期间禁止行动党11名议员出席国会会议 林吉祥今天发文告透露 茅草行动期间11名行动党国会议员在内安法令下被拘留 导致他们无法参加当年的国会财政预算案会议 而在60天的拘留期之后 其中的5名行动党议员正式被拘留 当中包括林吉祥、卡巴欣、批巴都、陈胜瑶和林冠英 他们也因此缺席了2-5次的国会会议 林吉祥还点出1998年林冠英在煽动法令下被监禁一年时 他不被允许出席国会会议 林吉祥因此反问 为什么要求特别考虑让因为贪腐罪名入狱的纳吉出席国会会议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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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 转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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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